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最新上市的台北富邦好市多联名卡 究竟它的权益如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活动官网 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来完整阅读它的最新的产品公告 我们来解说一下这张卡片的权益 第一个,它在好市多的实体卖场消费 享有2%的好多金回馈无上限 这个就比目前现行的国泰市华Costco联名卡 还要多了一倍的回馈 再来就是店外的部分 国泰市华只给0.5% 但是台北富邦也给到了一倍 也就是店外是属于1%的回馈无上限 大家最喜欢的自助加油也有3%的好多金回馈 国泰市华现行是目前加码最高只有给到100 因为刷5000左右就额满 这一次台北富邦给到的是2%加码 上限是200 所以回推大概一个月你可以加个大概2万块左右的油钱 都可以拿到3%的回馈 两张联名卡的权益相比较的话 目前台北富邦的店内回馈跟店内消费的确都是比较好的 那还有就是它的线上购物的部分 也是有3%的好多金回馈 现在上车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的是新卡满额里有500元的好多金 还有会员续约里的500元好多金 所以最高就是1000好多金你不需要是台北富邦的新户 你只要没有申办过Costco联名卡 现在来申请就可以拿到最高1000的回馈 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左下角有这个扫码办卡的QR Code 来聊一下这个店外加码的部分 第一个八大金选通路最高5%回馈呢 它有分两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是2月份到4月份 总共三个月 第二个档次是5月份到7月份 也是三个月份 那这个活动呢 一定要去做登录的动作 你可以上台北富邦的网络银行 就可以进行登录了 八大金选通路呢 最高有5%的好多金回馈 那原产品1%加上4%额外加码 每一波可以拿3000好多金 所以回推大概刷个75000左右 都符合资格 那有哪些通路呢 比如说海外实体通路 然后还有精选旅行社跟航空公司 比如说长荣 中华 航空 华信 立荣 国泰 跟新宇 只要在这六大航空公司里面 来做购票 也是可以拿到5%的回馈 那还有什么 精选节能商店 Wemo GoShare iRent 然后Uspace 那还有精选有机商店 那还有健身 还有精选保健 精选影音 比如说Netflix MyVideo Disney Plus 精选药装 像康世美 去城市 这个我就觉得蛮实用的 第二个电外加码的亮点通路 叫做高铁交通12%回馈 这个活动呢 是2月1号到今年年底 12月31号 它的指定通路有高铁网站 高铁APP 高铁零贵售票 还有自动售票机 通通都有 那它这次有分成两个不同的等级 就是Costco世界卡 跟Costco泰商泰金卡 这是两个不同的等级 那如果你是世界卡的话呢 你高铁可以拿到12%回馈 每个月刷5000块钱 然后可以拿好拿满这样子 如果你是泰商或泰金卡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的就是10%回馈 那18%回馈一样可以刷5000块钱 提醒你 这张卡片呢 前一个月的刷卡 新增消费至少要15000元 这个门槛呢 跟现行的 国泰式华好市多联名卡的优惠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有常常用这张卡片刷卡 那么你就可以拿来搭高铁 就是一个不错的回馈 幼游卡指定通路有10%回馈 那它的三大指定通路是哪三个呢 摩斯汉堡 肯德基 还有天人茶叶 还有抛瓜它下面的天人名茶 天人吃茶具 吃茶足够 还有Chaffee 每一个月可以拿到上限30元的回馈金 回推大概是刷个300块左右 就会封顶了 这个活动不用登录 但是总额额满 你就拿不到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好多金 跟国泰式华的多利金有什么差 这边可以看一下 就是台北富邦银行推出来的点数回馈计划 它的游戏规则 其实跟目前的多利金是一样的 刷卡累积的好多金 它可以折抵Costco的会员费跟卖场消费 它的开放折抵期限 是每年的1月1号到2月28号 如果你1月到2月都没有折抵完的话 它会在3月31号来做点数清除的动作 所以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有用这张卡片来刷卡 并且累积好多金的人 一定要在3月31号以前 把这些点数使用完毕 我们应该要办哪一个等级的 好市多联名卡 这次一共有三个等级 我们来看一下 有泰金卡跟泰商卡 还有世界卡 中间这个泰商卡 需要有好市多黑赚卡的会集 它才会让你去做申请 这三个等级分别是年收20万 70万跟200万 那就看你自己的本身的收入程度到哪边 然后才办得下来这样子 那当然年费的需求也不一样 泰金卡的年费是要1800 泰商卡的年费是3000元 世界卡的年费是5000元 5000元的年费呢 它感受这么高 就代表说它有给一些额外的权益 机场接送的话都是送四趟 世界卡的这个门槛比较低 你只要有用Costco卡刷1万块钱的机票 那你就可以用428元来叫四趟的机场接送 那如果你是泰商卡 必须用528元来叫四趟 那如果你是泰金卡 就必须要花728元来叫一趟 机场停车的次数呢 泰金卡跟泰商卡 其实给的是一样的 一年可以停六次 每一次可以停七天免费 那如果你是最高等级的世界卡 你的机场停车就不限次数 每一次可以停30天 这就比较适合商务族群 或者是中高资产阶级的人来使用 机场贵宾室呢 他们是只有提供给世界卡来使用 那你要刷这个6000元的机票 或是团费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两次机场贵宾室 那如果你有刷卡满8万元的话呢 就可以再多有两次 所以总共是四次 最大的差异就是所谓的旅行平安保险 泰金卡只有2000万 泰商卡有3500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世界卡有5000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申请 这些年费虽然说都写在那里 但是也是有办法可以免除的 这边来跟大家分享 它的免年费门槛 第一年申请都是免年费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先爽爽用一年 那第二年之后呢就照以下的规则来做计算 如果你办的是泰商卡或是泰金卡 请你一定要至少一年刷12次 才会免除年费 或者是你具有Costco的有效会员 你就不用担心年费了 但是世界卡比较难一点 它一定要刷36万 如果你没有刷36万的话呢 你一定会被收取5000块的年费 很可惜的是台北富邦这边 并没有把Costco联名卡的刷卡消费 记录尊域世界卡 如果可以记录尊域世界卡的话 我个人觉得台北富邦的整套产品 使用起来应该会更得心应手 更好用 再来第四点 如果你有申请电子账单 不寄送实体账单 或者是绑定LINE的银行账号 或者是本行的账户 自动扣角卡费 那你一样都可以享有免年费的部分 那怎么样才能够办卡赚到最高回馈呢 提醒大家 这张卡片没有新护理 所以建议你先办有手刷理的信用卡 再来加办这张卡片比较好 手刷理500元 怎么取得 很简单 你只要卡片合卡之后呢 认刷5笔不现金额 5笔1块钱也可以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500刷卡金 或者是mobi 二则一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是台湾大哥大的月租型用户 那么你就可以透过DCB的电信账单 来代付折底500元 比如说你用iTunes 或者是Google Play的电信账单代付 每一个月250元 他就送你50 所以你可以连续10个月 都有拿到这个50的话 加起来最高就是有拿到500回馈 所以这个新护理最高就是有1000元的回馈 那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可以直接扫码申请 当你成为台北富邦的救护的时候呢 再来申请这张Costco联名卡 你就可以再多拿到1000元 这个也是我觉得台北富邦这一次非常佛心的部分 像我本身就是台北富邦救护的人了 现在申请居然也有500元的好多金 只要首次申办Costco联名卡正卡 合卡30天内呢 消费一般累积满1000元 他就送你500好多金 如果你有申请富邦Costco联名卡 并且申办代扣缴台湾Costco的续期会员费 那么你还可以再多拿到500元的好多金 加起来最高就是有1000元的好多金 那也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Costco联名卡来扣缴 你的会员费的部分 只限证卡人 还有你的Costco会员主卡人才可以享有 所以如果你是附属卡的会员 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服务来多赚这500元 所以一定要是缴交会员费的这个人 来申请扣缴才能够拿到500元 那你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一样可以扫码办卡 好我们来最后来讲一下结论 以实际的回馈数字来看的话呢 台北富邦非常有诚意 他这一次推出来的富邦Costco联名卡 绝对是我8月8号以后一定会带进去Costco来做消费的 但是呢 他的其他通路真的有如他广告上面写的 想要成为我们卡片里面一定要有的那张卡片吗 我个人倒是觉得未必 因为国泰士华的Cube卡 的确实比这张卡片还好用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 有在使用Costco联名卡的朋友 邀请他们赶快来申请 赶快来赚好康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